哈囉創業家們 今天企業經營的還順利嗎 這個影片要跟你分享的是 流論五分鐘商學院基礎的第199獎 SCQA架構 你不是沒有重點 你是沒有結構 明天你就要向老闆匯報工作了 你非常的緊張 於是連夜準備了40多張的簡報 想說這樣應該就會萬無一失了 可是當你講了兩頁之後 就感覺到老闆有點不耐煩了 當你講到第五頁的時候 老闆就直接打斷你說 不要講簡報了 直接說重點給我就好 你當場就懵了 處在那邊 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老闆不滿意 真的是因為你的報告當中 沒有重點嗎 聽到老闆的要求 你可能會很委屈的想說 我說的全部都是重點啊 其實啊 老闆會不滿意 並不一定是你的報告沒有重點 而是在你那沒有受過結構化表達訓練的混亂的陳述當中 他怎麼樣都抓不到重點 今天柳文老師就會與我們分享一個 可以幫助讓我們的陳述 更加有重點的 SCQA架構 很多時候 當我們表達我們覺得很重要的重點時 為什麼有些人會停不下去呢 那可能是因為啊 你所陳述的方式 並不能引人入勝 要知道啊 其實能夠引人入勝的表達方式呢 並沒有那麼的神秘 這就像好萊塢受歡迎的電影 又或者各式各樣受歡迎的戲劇啊 漫畫啊 電動啊 一樣 他們都是有機可循 都有一個結構化公式的 你只要套用那樣的公式 就算你說的是枯燥乏味的專業訊息 你也可以吸引對方 聽得下你所想要分享的資訊 那這樣的一個可以引人入勝的 結構化表達方式 該如何做呢 什麼叫結構化表達呢 麥肯錫諮詢顧問 巴巴拉明托是一位神人 他在金字塔原理這本書當中 除了提出 我們在第196講時 有講到的密西法則之外 還提出了一個結構化表達的工具 SCQA架構 那SCQA是四個英文單詞的縮寫 S是situation 也就是情境 C呢是complication 也就是衝突 Q呢是question 也就是問題 A呢是answer 也就是答案 我們在第182講時 有講到五商派的寫作心法 說到啦 啟程轉合五步法 也就是 場景導入 打破認知 核心邏輯 舉一反三 回顧總結 其實啊 這個啟程轉合五步法 就是基於一個常用的 SCQA架構 標準是 SCA 也就是 背景 衝突 答案 所寫的 像在第一講 心理帳戶 在講這個概念的背景時 就是講說 你有沒有遇到這樣的客戶 當你滿懷急行的跟他聊了很久 介紹了半天年的產品 他也看起來確實很心動 似乎覺得一切都很好 但為什麼最後還是覺得太貴了呢 再來 劉倫老師就提到一個與常識的衝突 也就是C 像是說啊 真的是因為他小氣嗎 你可能會發現 他的包包啊 他的手錶啊 都很奢華 其實啊 小氣和大方是相對的 他可能口袋裡有錢 卻只是不想買你所分享的東西 那 有沒有什麼辦法 可以讓這些所謂的小氣客戶 變得大方呢 最後我們就給出這個場景 問題下的答案 也就是A 今天 我們就來講一講 這個小氣和大方背後的商業邏輯 教你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哇 你看 這樣的呈現方式 這樣的前期鋪墊 是不是會比直接跟你講說 心理帳戶到底是什麼 還要來得吸引人呢 而且啊 其實武商派寫作法的 起承轉合五步法 他的前三步 場景導入打破認知核心邏輯 就是SCQA架構當中的標準是SCA 當然 巴巴拉明托的結構化表達工具 SCQA架構 不僅可以用在流論五分鐘商學院當中 這四個字母還能變形組合出另外三招 幫助我們在很多溝通的場合 比如演講 匯報 寫作時 有效的表達我們的觀點 並且不至於被聽眾打斷說 你在講三小 趕快講重點啦 那SCQA架構另外三招要如何應用呢 第一招是開門見三式 也就是答案背景衝突 回到我們這一開始的案例 我們可以試著這麼跟老闆報告 說啊 老闆 我今天要向你報告的是 關於把公司的銷售激勵制度 從提成制改為獎金制的建議 這就是開門見三 直接拋出答案 再來我們可以說 公司從創始以來 一直使用提成制來激勵業務隊伍 這是主流三大激勵機制 也就是提成、獎金、分紅當中的一種 那這三種分別適用於不同的場景 這就是背景 把激勵制度做一個完整的交代 最後我們可以說啊 但是 提成制在公司業務迅猛發展 覆蓋的市佔率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造成了很多激勵上的不公平 像富裕地區與貧窮地區的不公平 成熟市場和新進市場的不公平 甚至出現員工拿到大筆的提成 公司卻在虧損的狀態啊 這就是衝突 你試試看 用答案、背景、衝突的開門 建山師和老闆溝通 他還會不會要求你直接說重點呢? 不會 因為你的第一句話就是重點啊 第二招是突出憂慮式 CSA 也就是衝突、背景、答案 那這招的關鍵呢 在於強調衝突 引導聽眾的憂慮 從而激發對背景的關注 和對答案的興趣 這一招啊 醫生常用 像醫生可能對病患說 哎呦 你這個病不輕呢 這就是衝突 聽到這句話 估計沒有人心裡不咯噔一聲的 這時候醫生就可以接著說啊 還好這個病能治 美國剛剛有了一項最新研究成果 並且通過了FDA的認證 這就是背景 聽到這句話 你一顆懸到嗓子眼的心 總算是放下來了 接著醫生再說 但這個療程沒有健保 就是有點貴啊 這就是答案 可是聽到這句話的時候 估計再貴你也無所謂啦 最後第三招是 突出信心式 QSCA 也就是問題背景衝突答案 像伊隆馬斯克 在某個演講 第一句話就問全部的聽眾說 今天全人類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麼 這是一個問題 接著他再說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 科技高速發展 人類擁有的先進武器 已經可以摧毀地球幾十次了 這是一個背景 接著他說 但我們擁有摧毀地球的能力 卻沒有逃離地球的方法 這是一個衝突點 最後他說 所以 我們今天面臨的最大威脅 是沒有移民外星球的科技 所以我們公司 將致力於私人太空技術 在可預見的將來 好實現火星移民計劃 這就是一個答案啊 哇 你看 通過以上這幾個架構 所分享出來的資訊 是不是都格外變得引人入勝啊 麥肯錡諮詢顧問 巴巴拉密托 是一位神人 他在金字塔原理這本書中 除了提出密西法則之外 還提出了一個結構化表達工具 SCQA架構 用標準式SCA 開門鍵三式ASC 突出憂慮式CSA 和突出信心式QSCA 等等的架構 協助提高我們表述的結構性 好突出我們想表達的重點啊 OK 今天影片分享就到這邊 期待今天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我在商業模式 網路行銷人工智慧的修煉筆記的話 歡迎你掃描畫面當中QQCode 到我網站去看更多唷 我 沈華君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